字幕志祥 宇宙 字幕志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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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观众 早晨 歡迎繼續收看《耀权塞京台》的直播幻节 这一節会开始解释家庭观众的电话问题 或者email方面的查询 有想要问不妨打电话来 电话热线204-6566 或者email address task at bschannel.com 身边的嘉宾換来是研究部的副经理陈伟先生 傑先生在旁邊,Jason早晨 好,聽聽電話先,鄺小姐早晨 好,待會就接駁鄺小姐回來 喂,我聽到嗎? 你好,鄺小姐 早晨,兩位,我想問一問,173加華國際 好,有沒有貨這隻? 沒有,我看看多少錢入 好,173加華國際 最新來說,去到4.5元,升到2仙 近來,地產股都受到追捧 最主要是受到明天即將會公佈的施政報告 另一個因素就是找回地產股 如果那些NAV字能比較高,都受到追捧 問一下Jason的意見 這隻來說,未有貨,應該怎樣分析? 沒錯,現在看回本身的每股的資產淨值方面 大約是11元的 這個數字,其實都是在剛剛花旗公佈的報告方面 都是提出來了 如果你說看回現價,即是加華方面 現在那個價大概是4.49元的時候 這個價值的資產淨值,意味著跟NAV的折樣 大概都有五成多到六成多 所以其實折樣的幅度還是挺大的 當然,你或者明天公佈的報告 那個消息方面 都可能會對於本地地產股方面 會有一個比較大的影響 但是如果你看到那個報告出來 發覺都沒有什麼新的招數 要針對樓市的話 我相信這個版塊 接下來還是有一個升幅在這裡 如果你說要等它回再買 可以選一個大概是4.2至4.3這些位置 因為看回最近一個多星期 這隻股份都由大概3.8元 升下升下都升到上去接近4.5元 意味著,如果你說這幾天升了這麼多 我相信接下來短期的調整幅度 是有機會先落到大概4.2至4.3 所以要買貨都可以再等一等 好,先等一等 我想問,請問上網有多少度 如果你說剛剛看那個NAV本身的值 就是11個多 當然,你不可以說一看就看到這些目標價 你就可以先拿一個 就是說股價對於NAV的折陽幅度 大概收窄到得回四成多至五成 換言之,你看看那個目標價 就大概是6元左右 OK,6元左右 好嗎? 那是幾時的事呢? 幾時就很難說 因為基本上 我自己看今年來講 市場都不差的時候 照計這一類型都叫做比較落後的股份 都還是有機會追上去的 我自己看就應該在今年年中之前 就有機會會到的了 好啊,多謝了邝小姐你的電話 先聽聽聽下位家庭觀眾 黎小姐早晨 主持早晨 主持早晨 謝謝960 今天一夜這樣跌 今天都試過14個6號班 想入貨都入不了 我想問有沒有機會再去這個位呢? OK,好啊 那龍門地產方面 960 最新來講 跌2號4紙 立報14個9號班 都被它嚇一嚇 那怎樣部署呢? 其實你說看回這一類的內房股 對上那年 特別是上下半年的升幅這麼大 這一陣你說回調一點點 都相對是合理的 還有看回內地方面 近這兩三個月的樓價 都開始重拾一個很明顯的漲勢 看到很多一線城市方面 亦都有很多新的地王是誕生的 反映回現在內地樓市的次月程度 都可能已經是慢慢去回前年的高位了 所以如果當你說中央覺得這個趨勢是值得防範的 值得警惕的話 是有機會 接下來會再出一些招數 或者出一些口述 來針對樓市去做一些調控的 所以如果你說基於這些風險因素 我覺得這類內房股 就算你說要買都好 純粹都是只是駁去短期一些的反彈 你說今年整體來說 我相信整體的走勢 就未必說會好像對上半年 這樣可以有這麼大的升幅 如果你說單看圖表 就是短線來說 支持大概就在14.6元左右 就是捱住一條50天線 和這一條的中期上升軌的位置 這些位置我相信都會有機會反彈 但是這一層的反彈幅度 我相信都是只是回到大概16元左右 16元暫時來說 都是一個很大的阻力位置 好,還有其他問題嗎? 來小姐 好,多謝了 下一位家庭觀眾,胡小姐 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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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問一下 35618 我之前有少少賺到孤獨 我想問一下 這兩天他升空上 我想問一下哪個價位可以進行呢? 好,這隻重龍行 終於上回來了 編號就是35618 最新來說 陌生超過3% 去到4.58元 看見今天也是創了52週的新高 那位是4.7元 怎樣部署呢? 這一隻 這一隻在對上那一年 那個表現都叫做明顯跑 就算是創輸了大市和其他的內銀股 事關於上年大家都最關注的焦點 就是擺在內地方面 很多的企業都說有機會做不住 又或者有很多的房地產開發商都說面對著資金的壓力 令到很多這一類都比較小型的銀行 都是面臨一個壞賬風險 和不良貸款不斷上升的因素 所以由於本身這間銀行 從龍行方面在貸款的結構上面 大部分那些錢都借給一些 所謂二三線的開發商或者一些中小企 所以如果你說市場資金緊的話 對於這隻股份的影響就比較大些 但是你說去到今年 當內地的經濟慢慢是開始回亂 大家也都見到現在的中小企 接單方面的情況 也都是明顯改善的時候 自然這隻股份追落後的幅度 就是最明顯的 看回過去那兩三個月 股價都有大概三個二這些位置 升到上去現在大概四個六 如果你說要再去買的話 我覺得都可以定在大概一條十天線 大概是四個四至四個半左右 上網暫時來說 都可以看回到大概四個九至五元 好的 還有沒有其他股份想問 有 我想問637是沒有貨的 我想問一下 拿到什麼價位可以入呢 好的 海通證券 最新來說 去到13.32元 今天就跌回兩仙 看到也是 這個版法來說 大家衝敬著有更多資金 就在內地 或者港股方面 有個交流等等 問一下Jason 未有貨想買 是否等一等性 怎樣部署呢 沒錯 對上個個多月 這隻股份都是明顯 由九個半炒上來 即是14元左右 為什麼會有這麼明顯的炒作呢 當然都是因為A股的一個明顯的復甦 看到現在每日A股的成交 大概都有兩千億左右 如果再看近日 都會加大RQ費的力度 都會鼓勵更多資金 進入內地A股市場的話 自不然對於這類的勸商股來說 會有個幫助在這裡 我相信這個因素 去到今年的餘下時間 都還是會有機會持續的 所以你說要買 都是一個挺不錯的選擇 但是始終你說短期升了這麼多 都可以讓它回一點點 落一條二天線左右 大概是12.5至12.6的時候 到時候才去買回 好啊 還有沒有其他問題 謝謝胡小姐 我想問一下可以上網多少呢 上網多少就短期 都是先看回14元這些阻力區 但是如果你說去到今年年中 有機會打穿這些阻力位之後 再上網那個空間 可以看回15.5左右 OK 好多謝胡小姐你的電話先 我們下一位家庭觀眾 方小姐早安 早安 早安 方小姐 我還會選擇 1.15.7 是甚麼會選擇買 所以我最喜歡買了些 所以我還要看它有沒有上升的空間 是甚麼會選擇買的 你買了一點是多少錢有貨的 10.06元 10.08元 現價方面 中聯重貨1.57元 去到10.04元 暫時就下跌1毫2折 早前也看到這麼大型的下降裂口 大家都衝擊說會有機會補回下降裂口 似乎這個勢頭又不是 之前它之所以大跌 都是因為匿名信 對它一些財務報表的批評 甚至乎直接說到有些訂單是假的 但是看回中聯重貨之前那幾天 都不斷在港交所方面 又或者經過一些電話會議方面 都是澄清說它這個所謂造假的傳聞 全部是否認完的 而且它都說明它之前那些報表 都是經過一些專業的核數師去評核過 而且它之所以在對上那一年 那個收入都是明顯跑贏同業 都是純粹基於它一些比較先進的科技 和比較良好的產品 令到它銷售方面做得比較好些 我亦都相信 如果單單憑一個所謂匿名信件的投訴 應該就不足以令到這隻股份 會有一個很大的下跌動力 再加上如果你說中聯重貨 看到它在短時間之內 出道來全部澄清的話 我相信這個因素在短期之內 就有機會被淡化的 所以如果你說真的要買貨 都是一個挺不錯的時機 首先看第一個支持位 先看大概是10.6 押著一條50天線 同時這些位置也是由上年9月份那些低位 拉上來的 一條中期上升軌方面的水平 所以如果你說要買貨都可以 收回大概10.6、10.5這些位置 好啊 好,有沒有其他東西補充? 如果你說上網的第一個位置 當然先看去補下降裂口 如果你說看下降裂口的底部 大概是11.4 如果你說要全部補充的話 可以看到上去大概11.8 好,先看著11.4的水平 多謝方小姐你的電話查詢 好,繼續呼籲 如果家庭工作人員想問Jason 不妨打電話來 好,之後轉轉話題 搭完電話 不如跟進市場的移動股 看看太陽能股 很波動 見到750 輕業太陽能來講 今天衝高了 升降6%不多 今天的高位也是52周的高位 見過8.26 現價方面升降4.6% 只報8.16% 有消息也講到 這個股份750方面 他講到在多個省份 太陽能設備 裝在建築的建築地方 以太陽能設備來講 這些案件都獲得審批 問問Jason 聽起來也不是很新鮮的消息 但為什麼市場反應這麼大 見到股價都衝了上來 還有沒有升 始終在講到 興業太陽能本身 由上一年之所以急升上來 都是因為大家都期待著 內地方面發展一個 所謂建築光復的計劃 或者這類型的項目的數量 都會不斷地增加 之前看回內地開的新能源方面的會議 亦都明確定出了 去到2013年 整體光復的裝機容量 就會由去年的大概 7GW 就會急升到17GW 意味著去到今年來講 都有新增10GW方面的容量 那你說要搞太陽能 當然都是以一個所謂分佈式的發電為主 那什麼叫做分佈式發電呢 就好像剛剛所提到的 在一些大廈 或者在一些公共大樓方面的幕牆上面 就裝了一些太陽能板 這一類建築就能夠經過吸收陽光方面 轉化到一些能量 一些電力方面 就可以提供給大廈方面的住客 或者商戶方面應用得到 那如果你說 接下來光復發電的成本 特別見到近期原材料的價格 都仍然是一個低位徘徊的時候 那自不然就會令到更加多的商業大廈的用者 也可能會增加他們的意欲來裝太陽能板 而令到這一類型光復建築的項目 都仍然會有增加的空間在這裡 所以這一隻從事下游為主的光復業務的公司 接下來的這一年都是值得看好一點的 好,謝謝Jason在這隻股份的分析 這一節的節目時間就差不多了 剛剛收到Sandy的家庭觀眾 還發給我們電郵 想問是編號688和1314的脆話方面 我們休息一會 稍後兩位分析員郭Sir在這裡會解答你的問題 Jason 最後也麻煩你先做申報 剛剛談的幾隻股份有沒有持有 沒有持有的 多謝你,我們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繼續多次直播環節